我示範的是中國捷 我們用160的來做 先做大概3公分的熊耳捷 現在我們要做差不多一個6公分的礦 再做兩個熊耳捷 現在我們做成一個方形 然後我們再圍上第二圈 同樣的長度 我們做差不多4公分的泡 然後泡在熊耳捷上 做四邊 差不多先一個30泡 然後做兩個熊耳捷 再做一個兩指泡 再做兩個熊耳捷 現在我們做到這裡 氣球不夠用 我們再接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做一個3公分的單泡 然後一個熊耳捷 現在我們做一個15公分的防泡 然後再做一個2公分的小泡 現在再做一個2公分的小泡 現在再做一個2公分的小泡 再做一個熊耳捷 然後同樣做一個15公分的半泡 把它做成黃泡 把它做成黃泡 然後 往上面做 從這邊往上面做 做一個 同樣的長度 2公分 比較鬆軟的 比較鬆軟的泡 然後泡在這個熊耳捷上面 我們往上面做 這個氣球就跑到黃泡的上面 然後再把它穿越這兩個黃泡下來 現在我們從側面來看 就是一個3公分 一個熊耳捷 然後一個環泡 然後一個單泡2公分 再一個熊耳捷 再一個環泡 環泡做好以後 往上面再套一個鬆軟的 2公分單泡 然後套在熊耳捷上面 再起一段 板在這個熊耳捷上面 做第二個尾巴 那我們這個中國捷完成 比較複雜 但是很有特色 然後這邊中空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 環色的圓形氣球 塞進去 這樣會更好看